對不對 對 34、35 你們就看到下面有核當體呢 核當體它會怎樣呢 Scan 它在mRNA上面滑動 在rRNA上面滑動 找這些密碼 好 譬如這上面有什麼 AUG 然後CCG AUC G CG 就很滑動 然後就會找適合的材料 找安基酸來把它接下去 可是它怎麼知道其實是環基酸呢 客上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工人 會把特命的安基酸帶過來 這工人呢 他的長相很特殊 這是一種rRNA 我幫你拿來 好 好 這是一個rRNA 它叫做trRNA transfer RNA t stands for transfer 因為它可以幫工程師 把磚塊帶過來 你看得來那個音等 然後我給你磚塊 磚塊在這邊 就是我們的r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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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工人怎麼知道帶什麼rRNA呢 因為那工人 本身也是rRNA 下面有rRNA的序列 橘色的這條rRNA 它帶有DNA的某個基因的資訊 所以橘色的這個rRNA呢 這個更換成為messenger RNA 繃乍MessengerRRNA and stand to be Messenger 這樣 我不會拼Messenger 這幾季 不拼啊 大多AIS嗎 兩K才衝對不對 要被愛了 我是老的嗎 好 它帶有DNA的某基因的訊息 這個訊息將來 會被翻譯成蛋白質 這種RRNA 將來可以有蛋白質產物的RNA 我們稱為mRNA 有蛋白質產物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就暗示著我們原來有口氣RNA 是不會有蛋白質的產物 譬如作為工人的tRNA 他的這一生tRNA就以RNA的形式高兇 他不會被翻譯成蛋白質 他的功能就是去用他下列這個部分 跟mRNA互帶來科病的材料 這就是他的功能 我們還在chance for RNA mRNA上面這個東西呢 這種閉碼 我們稱為閉碼 tRNA這邊的閉碼呢 我們就稱為反閉碼 所以通過這個互補呢 核糖體就可以去召喚特定的工人 帶著特定的胺基酸來 胺基酸有幾種呢? 20種 那這個mRNA上面的序列 AUCG 只有四種 四種東西的序列 怎麼樣交換20種的Ingation 打列組合 所以密碼子 例如是一個一個念的 那它是幾個幾個已經念了嗎? 三個三個念 三個字是一個密碼子 三個字又是一個密碼子 哦 兩個的話很難交換20個工人 如果是兩個的話 白衣組合上 兩個為一組的密碼子 只會有4乘4等於16種 16種很難對應到29胺基酸 那現在我們用13個為一組的話 理論上會有幾種密碼子呢? 4、4、4 理論上有24種耶 6、4種密碼子 6、4種反密碼子 只覺得20種胺基酸 不代表幾個意思呢? 一種胺基酸 可能有多餘一種的密碼子 就成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看 這套翻譯系統 到底是怎麼樣 把mRNA上面的密碼子 翻譯成TRNA上面的胺基酸 那表格很有趣 看不懂嗎? 不用擔心 好,我們先來看簡單的題目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們的紅線 紅色的線就是我們的mRNA 帶有DNA鋪基的訊息 每三個剪輯當作一個密碼子 公人是密碼子 然後呢,公人藍色的這種mRNA呢 它會帶有DNA鋪基酸過來 用下面的反密碼子 反密碼子的顧骨 就說好,材料來了 DNA鋪基酸黃色的區域 TRN的公人藍色 mRNA紅色 後面的整個機器呢 提供這些放上去的DNA 我們來開一個卡片 大概就這樣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到底我要做什麼樣的蛋白質呢? 我們有一套翻譯系統 這套翻譯系統太酷了 它是universal among all the organisms 從細菌到所有的癥和生命的人類 全部都是同一套翻譯系統 這超奇怪的喔 我們暗示了我們有一些共同的起源或什麼的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三個涵蛋剪輯 我一個密碼的話 它要怎麼翻譯? 如果我這是第一個涵蛋剪輯 這第二個,這第三個 如果今天我拿到的密碼子 mRNA的密碼子是CAC 請問大家 或它你會幫我做出生蛋 生完生產的DNA鋪基酸 History History 那如果今天我拿到的那個現在的密碼 我掃過去是GAU 我會做出生… 我會拿到什麼癌基酸? BHO Aspartic acid 那如果我拿到這個AAC呢 我會得到什麼癌基酸? Aspartic acid 跟Aspartic acid 產相對不對? 因為乳酸負含這個癌基酸 好,大概就這樣了 那我會不會拿體在mRNA上面 一夾下去隨時夾下去就隨時開始做嗎? 其實我要掃到特定的G我才會開始做 我要掃到哪裡呢? 我要掃到AUG我才會開始做 你幫我看一下AUG是什麼? 對立到哪一個蛋白質呢? Aspartic acid 而且他說他同時是一個 Star Coolant起始密碼子 也就是說並不是核糖體 夾上去mRNA隨便就開始做 萬一他每次夾到不同的地方怎麼辦? 所以他會先掃… 掃到AUG他就知道 喔!開始製造 所以AUG他找來一個工人 送來一個Aspartic acid 所以所有的蛋白質的 第一個胺基酸一定是 一個SALIN 當然有可能在內脂王他會減減掉 但是最原始的蛋白質 他的第一個胺基酸一定會是MASALIN 因為他都是一個 Star Coolant做出來的胺基酸 好,所以他一直掃一直做 一直掃一直掃 會無限制的做下去嗎? 也不是做到一個地方他就會停下來 他幫我找他做到哪些地方他要停下來 你覺得有一個名字 這樣是大功能中持密碼子 而且做到中的密碼子 所以我不會有胺基酸 我們就直接讓他找我 所以這個密碼表呢 你們都不用背 沒有人背得起來 也教授都背不起來 把研教所的大學部背起來的 領多就是這個Star Coolant跟Star Coolant 但這個表面很多有趣的地方 然後有一些胺基酸他有很多Colant 有一些胺基酸很少 很少的那種就可以控制轉入的速度 不要講好了 這個是研究所 然後他都不用幫他講 好,反正很奧妙就對了 為什麼有一些胺基酸的Colant特別多 有些特別少 將來會影響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好,大概知道這個表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圖 好,我們來看看圖囉 因為他就講完這個圖吧 所以這邊你們可以看到FRNA 因為他到了社報紙以後呢 原來小漢堡不是立刻夾上去 小漢堡只有下蓋的上去 這個下蓋要去尋找Star Coolant 找到AUG 找到AUG以後 立刻找來第一個工人 第一個工人下面的反力碼子是UAC 而且他帶的胺基酸一定是MET 的Body 講一個胺基酸 好,DID啊,D3進來之後呢 上蓋才會蓋起來 好,這個都不用背 課本寫的超級簡單的 蓋起來之後呢 你這個圖上就會滑動 找到下一個密碼 下一個密碼呢 就找來下一個工人 帶著下一個磚塊 現在有兩個工人,兩個磚塊之後 終於來了喔 我們要做一個事 要把前一個工人的磚塊丟到AUG的工人上 把胺基酸接到新的胺基酸上面 還有人記得胺基酸與胺基酸之間的間結叫做什麼名稱 胺基酸與胺基酸之間聚合出來的間結 稱為什麼? 胺基酸之間 記得嗎? 2-4 2-4 Habby-time-more 所以這個過程就是要催化一個胺基酸的形成 可是胺基酸的形成需要一個酵素喔 需要一個催化劑 這個酵素不是蛋白質扮演的 他是誰扮演的呢? 對,那麼你知道嗎? 對啊,我這邊講過啊 好喔 催化胺基酸的合成的酵素就在核糖體的骨架 RRNA 為什麼要用核糖體來做蛋白質合成的酵素? 就是因為他被催化太健的酵素 就是胺基酸的合成 就是胺基酸的形成 對,胺基酸才會一個接,一個接,一個接,一個接 好,所以在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RRNA原來有三種 只有一種將來會有蛋白質的產入 叫做Message RNA 另外兩種呢 一個是做工程師催化太健的行程 一個是做工人把特定的磚塊帶過來 這兩種RRNA將來都沒有蛋白質產 他們的功能就是做核糖體做工人而已 好,所以最後大家看到 他的地酸接過去 然後就變兩顆 然後這一個通工的工人就幫他走 因為他還要再去找他的磚塊 然後就讓他走,他就這樣這樣 好,到了高三呢 我們就要 這件事情還要有點複雜 高三以後我們會學到呢 原來核糖體上有三個位置 就是EPA site 這高三才要學 E的意思就是Exit 你知道什麼是Exit嗎 出口,誰的出口你知道嗎 空的工人,離開 那A site就是 安泥酸,就是TRN會帶著 Amino Acid進來 Amino Acid是什麼 安泥酸 而P site呢就是說 他上面會連著一大堆的安泥酸 這個我們稱為多鎧鏈 Holypeptide 所以P stands for Holypeptide A stands for Amino Acid E stands for Exit 高三就要教了 今天都不需要 我們看一下課本寫得有多簡單 不要緊張 來三四列,第二段 轉入 就是核糖體移到RNA上面 遇到起始訊號就開始轉入了 邊移動 然後TRNA帶著安泥酸過來 接接接接接 接到終止訊息糾纖結結束 根本寫的就很簡單 好 那我們今天就把這個 基因的表現打完 下一次上課 我們要進到基因轉職喔 好,就這樣下課 下課 分享一下 我放心 個日子 真的假omma 繁 remember 春節